66. 太陽報 偷國泰救生衣內地生罰800美元 2015年7月26日港民A08本報信 經香港到台北旅遊的內地南大學生 前日乘搭國泰航空公司航班底港後 順手輕揚偷去一件價值350元的救生衣放入背包 未被國泰機組人員發現 但組機場保安揭發和被捕 他作在屯門法院承認一項道士罪 求程清恩好奇救生衣妥忽懷 怎樣而犯案 被判罰款800元 被告吳子麗 二十一歲 報稱居於廣州 於7月24日持傷情證來港轉機 前往台北旅遊 機場保安當日在轉機櫃台 以X光機檢查旅客行李時 發現被告的背包藏有一件救生衣 國泰職員證實他屬於國泰財產 報警處理 被告在被捕及警戒下 承認一時貪心而犯案 便方求情指 他想知道救生衣的構造及使用方法 故把救生衣舉為己有 他然而後悔 自責思想幼稚 低估了凡事後果 裁判官考慮他年輕 判罰款了事 案件許7編號 此M.C.C.2115 黑十字幕提供 電視訊 電視訊 音樂 電視訊